国家主席习近平 1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塞伊德·伊普拉辛·莱希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网场上 明里炮21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王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 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莱希访华的有 外交部部长 财经部部长 石油部部长等 军乐团奏一中两国国歌 军乐团奏一中两国国歌 来西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室 莱希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大师 军乐团奏一中君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梁